可是這樣會讓User 到底我要給你什麼呢 那就要猜 即便自己寫的 有時候也會忘記 所以 最好是加一個啦 這樣會比較 比較容易 明白 原來就是 業務姓名 比如說我們要傳的是 業務姓名 那就把這個 加上 業務 姓名 OK 然後豆點 查的是第三欄 好 篩選業務做完了 那如果說我要篩選什麼呢 篩選的是 產業別 剛剛可能要花很多時間 不過現在的話很簡單 這邊的話就是篩選產業別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給他一個 請輸入產業別名稱 然後第幾欄呢 第四欄 又寫好了 那如果你要再查詢什麼 產品的話 那就是篩選產品 請輸入 產品名稱 第五欄 所以如果你有很多欄的話 欄數越多啦 做這個 越符合經濟效益 但是如果欄數很少 做這個好像感覺就不符成 就是不符合那個效益 所以 那可能你要看實際上狀況 如果 大概就是兩三欄 那你算了 你就是 好 那如果你很多欄 那用這個一定是比較好 那你做完之後啦 篩選產業別 其實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我這邊設中斷點 給各位看 直接有沒有 傳過來 欄名 產業別名稱 第四欄 有沒有 所以 這個 引述 他其實 是可以暫時存放 你傳給他的東西 暫存的 OK 然後呢 有沒有 請輸入產業別名稱 假如說我這邊輸入一個 金融業 按確定 他一樣怎麼樣 會幫我check一下 這邊都一樣 所以把它直接執行 金融業 全部跑完了 看一下 應該沒問題 那另外 就是說 最大的 我覺得最大的效益 是在那個 就是說呢 你將來 假如要修改 那個城市的時候 你就不需要說全部啦 比如很多段 每個每個都要改啦 你改一個就好了 其他 比如說像房呆好了 你可能又多一個房呆 那你要加 以前要加好幾個 現在加一個就可以了 這種方式的話呢 其實在城市撰寫的 簡潔 非常重要 因為有很多 很多那種 比較菜鳥的工程師 寫好多 這怎麼辦 那有時候 到底是哪一個 那最後一個 其實就比較 簡潔 惡要 OK 這個地方的話 提供給各位參考 另外當然 不是說只有 sab可以傳 Function也可以傳 很多 這些東西的話 都有 固定的 好 那最後 剩下一點點時間 我再把那個 下一個 不是 下下禮拜 大概會做 下禮拜放假 下下禮拜那個 可能要做的是 批次查詢的話 我們建了一個清單 業務 產業別 產品 客戶名稱 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產生一個表單 當我按 選擇什麼 業務好 按確定 他會自動幫我把 這個 業務呢 在 完全 沒有感覺的情況下 自動幫我做完了 放到下面 那如果說 我要去做 其他人 比如說包含那個什麼 產業別 那也是一樣按確定 他也是不會啦 不過 底下已經 更動了 OK 然後 還有其他 什麼產品 按下去 那因為我是把那個 screen updating 把它關掉 所以你會把一下子就變動了 但是 這個可能你要關掉再去切 才可以看得到 不過後來同學說 老師 這個怎麼辦 如果要切到 某一個 當然你可以 另外再寫一個 寫一個東西 可以讓他切來切去 不過這個之後再來看 OK 好 那剛剛講的部分 給各位參考 畫面先還給各位 就是 可以用呼叫的方式 可以達到那個 程式的簡化 OK 試試看 那 批次查詢 我想 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 大概先開個頭 讓各位知道一下 那 下下禮拜 還會再講到有關那個 如何批次的 從那個 假設是 雅虎股市 抓一些資料回來 喔 或者是說像我們聚恨王 之前有同學他每天都要去聚恨王 去抓那個外匯的資料 那每天都要update一下 他以前是Ctrl C Ctrl V 每天都要做 那後來呢 他學了那個股市下載的 他就把這個改一下 發現其實不用了 你甚至你要 那個股市資料 可以按一個按鍵自動全部幫你更新過了 所以這邊的話 也可以 可以回去的話 他也把這句話 比我更新過 因為 我會說